我的豆皮 哇哦 干馅儿 一块 五毛 一把来个大番勺 我再一把来个大番勺 哇哦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肘子吧 看评论 收藏了一个 黑皮肘子 不知道是怎么个黑皮肘 一进来就是上墙的菜单 我这个看着可以 我的创作热情又来了 雪茬 来东北就是要一直吃肘子呀 哇 这就来了 哇 我的快乐源泉又来了 哈哈哈哈 我的豆皮 点了一盘雪茬 感觉还挺嫩的 配了蒜酱 锅包肉 我点的是中粉 看着糊稍微厚点 我先趁热来一会儿 酷辣厚 酸甜的调味儿 酸味儿没有那么畅 那么我们现在快吃大皮大皮吧 我不客气了 哎呦 你看它炸过 它外面那薄薄的一层皮 就是炸过的那个皮 入口即化 它感觉应该还蒸过一下 就是中间会很软嫩 还是挺脱骨的 反正你一扒冷 然后它就全开了 我这是一整个 哇 有一块粘底了 粘底了 哇 还有一块大皮大皮 它其实就是那个肘子炸过 然后烧过 然后汁儿的话呢 不是那种勾锅馅的汤汁 就是那种咸汤 酱香酱油汤 然后还搭配了一点酥黄豆 这块是铁骨筋 它的软辣程度确实是 梅亚老太太能吃的那个 然后来尝一块雪肠 蘸一下 短酱 软的绵密的猪血 在你的嘴里散开 然后它的肠衣是脆脆的 还保留了一点点就是肥油 你看 沾上蒜酱 当然这个雪肠 没有我们在加姆斯吃的那个 沙猪菜他们家的雪肠鲜粮 标准水平吧 还有一个 一个密集恐惧症 可能会害怕的菜 它上面是把鱼籽碾碎 然后下面就很像豆花 这个搭配还不错 下面就是那种葱香小豆腐 然后上面是红烧的鱼籽 稍微勾了点汤 有点辣味 然后这个肘子呢 瘦肉也比较软烂 我怎么觉得一吃完皮 都没剩啥 然后姐姐泡了一会儿 突然稍微有点咸 切一半 切一半 我给你整 我家这就我给你 这得送 肘子身上最好吃的 一个就是皮 一个就是贴骨筋 这就烙干净了 肘子整体还可以 然后锅包肉不太行 雪肠还行 然后那个豆腐 搭配还是挺不错的 我还挺喜欢 然后我还收藏了一个炸串 留了一奶奶肚子 小红帅炸串我来啦 哇 这串还没点呢 这料把我惊着了 这黄的感觉看着就很好吃 哇哦 干馅儿 干馅儿 一块 五毛 五毛 毛肚 还有圆白菜 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 哎 鸡皮 小酥肉 鸡心 牛肉 拿个盆 羊肉 牛筋 鸡心 蘑菇 鸡皮 毛肚 鸡骨鸡 圆白菜 小酥肉 土豆 再再单单吃个二肠 哈哈 啊 这不说来就来嘛 反正都一把抓了 就是哪个也分不清了 咱们就 吃到哪个算哪个 灵魂战略 哇 一把来个大翻手 我再一把来个大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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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均匀的裹上 这个黄黄的料 哇 这应该是个 鸡皮和小酥肉 它这黄麻辣鸡的料 甜的 我们有一种点心仙的感觉 就是又像烧烤料 又像点一扎 甜咸 还莫名的有一种碳水香 甜蘑菇 来东北怎么能没有八蒜小闷呢 这是土豆 哇 这个黄料太好吃了 毛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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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黄料是神仙吗 路口咸香 嚼两下变甜 这样的宵夜 谁不快乐 然后这应该是羊肉吧 这是羊肉牛肉 然后一定要吃的炸大头菜 它很容易掉的 一定要裹上多多的料 一口蒜 一个碎 一口蒜 一个碎 又是这个熟悉的饮料 咱实话实说啊 这个炸串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 它就是这炸串 当然这个韭嘴就是这个料 有其他的黄的 再撒上那个芝麻 哎呦呦 给它撸下来 夹活夹活 就配了连料一起 我就可以吃了 这料我不说别的啊 这料就温生米都好吃 最后再来碗放在内 没有任何肌肉含量 没有任何肌肉含量 再来把这个干料往上来一点 哇 这个料太深了 都进去吧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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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你们真的来制作吃一吃 小炸串 具经验的撒料 你不想来吗 这个真的很难让人拒绝 39块钱的快乐 真他妈便宜